刚倒了一箱鱼了 现在开一下 还是容天津发过来 这回灯壳鱼比较多 这是冰袋 大家看一看 还是现在先做个泡宝吧 然后放到袋里再看 熊猫鼠 有熊猫鼠 宝莲 先泡宝吧 现在可能也看不太清 然后给大家介绍这些鱼来历 因为上期节目跟大家说了 需要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是宝莲 宝莲是9毛钱一条 你看这个 这个袋里有上飘的 这个单独这个状态不太好 然后下面这层大群的 就是状态还可以吧 这宝莲反正 好好看看吧 肯定给有死的 这150条宝莲 9毛钱一条 然后红剑 红剑是7毛 放了点红剑 帮别人带了 带了点红剑 然后我看看啊 熊猫鼠 因为上回熊猫鼠基本都死光了 所以这回又补发了点 20个熊猫鼠 熊猫鼠多钱啊 上回那个熊猫鼠是1块钱一条 玻璃毛 这里还有玻璃毛 玻璃毛是5块钱一条 玻璃毛是5块钱一条 然后 还有大翻 大翻是3块5一条 大翻3块5 熊猫鼠 熊猫鼠应该是1万元一条 1万元一条 这个也是1万元一条 然后看看这边 这个是舌窄 舌窄是2万元一条 舌窄2块钱 然后这还有一个比较变态的 这是最变态的 这个叫二线 非洲二线凤凰 这个鱼 好像是叫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鱼是 这两年新出的一个品种 这个是4万元一条 我没敢多放 放了10条 没养过 4万元一条 4万元一条 然后上回上的那个 最先纸上的布隆迪 布隆迪6尖是10万元 布隆迪6尖10块 然后金箔纸是3块5 阿凡达是4块 然后那个珍珠鼠是3块5 熊猫鼠是1块 第一皮货上的那个 三尖鼠 三尖鼠好像是 我看看啊 三尖鼠应该是8块 三尖鼠稍微贵点 三尖鼠 三尖鼠是8块 绿虎鼠是1块起 法幼毛是3块 然后那个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大家起码看我节目 你应该知道 就是一个像我们内部啊 上货的一个渠道啊 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你想自己开鱼场了 或者是想那个开鱼店的话 你大概知道一个上货渠道吧 然后我会把我这个参加渠道的联系方式啊 这是我一个粉丝啊 那个他在天津中环 然后叫阿渡水族 他是我一个粉丝 然后他以前就是 养育方面也是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他联系给我 然后我就一看他的微信 他每天他就是干这个东西 每天都在更新他琵琶鱼的这个信息啊 所以说我就是为什么要在他手里买 不在谁样当地买 就是因为呢 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像我们养鱼 专业养鱼的吧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在某很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我们不一定是养鱼厉害 我们其实是挑鱼比较厉害 就是在市场里买鱼吧 我基本上扫一眼我能知道这个鱼质量怎么样 然后如果说我做节目的话呢 我一定会把市场上最好的鱼挑过来 然后这样其实不 没有一个客观性吧 因为鱼有不具备我这种挑鱼的能力 所以说我为了公平体验 就跟大家一样 我这个鱼也是在市场呢 让他们任意给我搂 然后我任意拿回来 就是大家我觉得这样能相对客观一些吧 其实养鱼的东西 我觉得挑鱼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会挑鱼的话 那么你买回来这个鱼 它的存活几率就会很大 如果说你不会挑鱼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买到生病的鱼了 或者体格不好的鱼 你拿来给我养的话 我也养不活 这个说实话 就是比方说上一回那个熊猫鼠 几乎属于全军覆没了 就是没剩几条熊猫鼠 然后珍珠鼠呢 稍微剩的多一些 然后金箔指和阿凡达目前没有死的 还可以 然后有点反光啊 布隆迪现在没有死的 然后 所以说我尽量 我做这节目尽量 我站在一个普通鱼友的一个立场嘛 就是 我也不挑样他们自己给我发 发什么样算什么样 然后这样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呢 我能在节目当中我看看我怎么解决吧 有一些 我觉得这样能更好一些 然后 啊对了 这个如果说你普通鱼友的话吧 他是这样啊 就是你买太少的话 这个他们是不会卖给你 他们是专门做批发不做零售 应该是这样 因为就是我最先是联谊这个阿渡水族的时候呢 我们很早之前加过微信 但是他呢就是我拿我儿子微信加的 就是没写我这个亮哥养育频道这个名 所以说他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点了三千鼠那一批货 然后他这哥们儿跟我说他不卖 他说我要的量太少了 我要了20个三千鼠 然后要了绿瓶可能是要了也是20个 环游猫要了10个 然后我又那边又想来点那个玻璃毛 我觉得玻璃毛挺有意思 那边玻璃毛没有没有货 然后我还觉得我要的量也行了呢 但是这哥们儿跟我闹 就那意思就是我要的这个东西太少了 他们放不上 然后如果有损耗的话 还有那个找后账 所以说就是他们不面对零售 所以说你如果想买一百二百的了 花二百三百的了 他就尽量不要去找这种就是批发少 他们都是我认为都是几千条起 然后后来我跟他自爆了一下家门 我说我说我是高亮亮亮亮 他说亮亮那行 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发多少 就是有我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员也没有 我别类兴吧 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声 但起码看我节目呢 有很多就是说得想开鱼店的 有好几个人跟我知情过说 像我开鱼店在哪条上货 一般我们东北的话就是在安闪 然后呢或者是天津 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天津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棍场鱼 一个批发市场都在天津中环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卖这种小型鱼的话 你可以联系一下我这个粉丝 然后你可以咨询一下 可以对比一下当地的这个进货的一个 渠道一个价钱吧 一个价格 然后你对照一下 你知道这东西的利润多少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粉丝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会感觉这个鱼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观赏鱼这个东西 它就是利润很大的一个行业 它不是说那是暴利 而是说这个东西损耗特别特别大 加上水费跟电费 可能这个我举个例子 可能这个 宝莲九毛钱来的 它可能有些地方会卖你五块钱一条 或者是三万元一条 这个东西就是 它你虽然说它的利润 你可能看了好几倍的利润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损耗是非常大的 就比方说三维那个熊猫鼠一万元一条来的 基本上全死了 就剩了没有几条 然后你卖十块钱三条 或者是五块钱一条的话 你 除非是你这些鱼都没死 我感觉你能挣钱 如果说你这些鱼都 上为上了二十个 这二十块钱白冷了 还有运费呢 还有运费 你从水扬 从天津运到水扬 刚才这一箱鱼是一百九十块钱运费 这些你全加上的话 还有每个月的 比如你租房的房主水电费 这些东西其实费用挺大的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 也不太好 买鱼的人现在挺多都在网上 逃跑掉了 对尸体的这个关掌鱼店冲击挺大 所以说我 我不太建议大家开关掌鱼店 这个行业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意志 然后天天死鱼生病 你要是再不会治的话 这个东西你干上肯定是赔钱 然后原来其实我们 原来就是没有网络卖鱼这一块的话 其实实体店就是水扬 那个水扬最大的花鱼鱼市场吧 就北市场 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床位啊 我觉得还挺羡慕的 然后他们其实天天卖鱼卖的挺好 现在那个床的白给我我都不能干 赔钱天天赔钱 连房租水电费什么都挣不出来 一个是受网络冲击影响太大了 第二就是那个市场的不断扩大 然后同行涌进去越来越多了 但是卖鱼呢 因为由于我们国内这个市场吧 就是一些虚亚捐团啊 这帮商人他们把这东西给你忽悠的 天权地乱的 所以说买鱼很多人都伤心了 这鱼你养过活 它不会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 就是困鱼的方法 或者鱼生病了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我买鱼 或者或者说我那个买鱼回家养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他没有人教你一个正确的 全都是骗你 所以说这个市场总也做不大 如果说这个市场非常规范 非常透明的话 现在中国水族市场的份额 要比现在最少大一倍 有很多人可养可不养 或者说有些人不敢养这些人 都可以重新回到这个行业当中 因为你这个市场非常透明 人家出问题的话知道哪个环节有 哪个环节的原因 他会在这方面去找原因 现在就是鱼生病鱼一死的话 大家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绿材过滤还是鱼本身还是水没等明白 谁也不知道 然后你没有一个规章去没有一个规矩去等那个东西 很多养鱼的人都伤心 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一些内幕的话 就是希望让那个市场越来越透明 越来越规范 不是说这为了搅局啊 不是说为了有一些开鱼店的人说 哎呦这小子把这个内幕先告人家了 我觉得越是这种比较复杂 比较冷门啊 比较小动的行业 你越需要透明 这东西你上货市多钱 你就告人家多钱呗 如果说有鱼人说 哎呦我这鱼我在别地买 这比方说这个宝莲啊 9往前上的 在当地卖5万一条 或10万一条 哎呦我这人太黑了 那你要如果认为这个人黑的话 你在他隔壁开一家鱼店就得了 你自己试一试 你看看这个利润 你这能不能挣钱 不就完事了吗 有很多鱼友是什么呢 他总站在鱼友的立场 你没有站在商家立场 这东西给你干 你不一定能干 有可能他卖5块10块 你轮到你的话 有可能你卖20 报警 这是二五几哦 这是一个 挺方便一个装置 水位自动感应水位的 这个东西10块钱 逃跑买的 包油 然后水升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白色的小环往上浮 它一触动到点上 这边的响 它是一个浮力原则 它只要浮起来 碰到点上这边的响 然后我有时候就用 加点这个 纯水 这个纯净水 这个机器打出来的是纯净水 然后 痒 养这些 南美的一些比较交味的鱼 必须要用纯净水啊 兄弟们 这个是 正好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用纯净水 我这个 我这钢的金箔纸 基本上现在全都是纯净水养出来的 你如果说拿东北我们的水质来养的话 你那个 出不来效果 而且那个鱼养两三个月就会抽味 然后或者是不定什么原因 它就死亡了 可能你的过滤了 你的温度了 你密度了 很多方面都把控的很好 但这个鱼你依然还是养不住啊 必须给用纯净水 比如说你养养这种鱼的话 必须要纯净水 包括有很多鱼友会质询说 怎么把水的皮液值降下来 比如说像我们东北 你皮液值肯定是碱性 或者有一些地方会是强碱性 怎么把它变成酸性或者中性 就是往里对纯净水 你包括放沉木了 什么懒人叶了 什么水草泥了 他们都是治标不治本 专业鱼场的话 降酸的话 一般就是一个这种春水肌 啊我反正透 第二就是羊梨子 我看看我羊梨子放哪了 我有一袋的羊梨子 然后现在不用那个羊梨子 给用那个就是软水树脂 就是锅炉了或者是医院 有很多都用那种东西 那东西炒的有点像沙子粒似的 然后水经过塌了呢 就把水里的钙美离子给置换出来了 一般专业点的都是用这两种东西 所以说你不要考虑用什么沉木了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作用微乎其微 没有什么太大用 我那个羊梨子酱压底了 你看 拿不出来了 压底你看 你看 你看我这个砖头和陶瓷环还有沉木 我都拿我都拿纯净水泡了 然后你拿纯净水泡完之后 因为泡之前纯净水的硬度是零 然后你把你把这些材料呢 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泡几天以后 你测这个水的K 我看啊 GH值 你测它的GH值 它有一个测硬度有一个KH 它有一个叫GH 一个临时硬度和一个永久硬度 一般我们可以 就这个永久硬度GH就行 测 然后你测这个水的硬度是多少 你就知道了这种材料 它如果是硬 这种材料如果硬水的话 水的KH 那个GH值如果特别高的话 这种水 这种材料你就不能放到那种 南美登科鱼的鱼缸当中 这是大家注意的 只有这种材料 它对水的GH值和KH值 营养非常小的话 你才能放这种材料 所以说你养一些南美的 登科鱼了短雕了 或者是南美的一些水草的话 不要放石头 尽量不要放石头和沙子 你可以放沉木和水草泥 这些东西对水的硬度 影响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包括这个桃子环 它也是有硬度的 但是我这个钢的 现在的硬度 这也是始终保持在四 也就属于是 这四的硬度是来自于哪呢 就是来自于桃子环本身 然后它随着食盐的推移 这个硬度的值会越来越低 因为我始终往里加的全都是 百分之百的那个纯净水 然后如果说它低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在往里对自来水 把这个KH值始终保持在一个 比较低的水平 这样你这些鱼养起来就会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非常简单 你包括在网上做一些贴吧 一些群里讨论的话 为什么有些鱼友养同样一种鱼 就说这鱼保连特别好养 我养比方说养多少多少条 我养两年了一条都没死 但有些鱼友是什么呢 就说我的鱼为什么总也养不活 就是因为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鱼友 它当地的水质是不一样的 因为从南方那个地方的话 水质普遍都偏软 所以养这些鱼呢 你不用做特殊的处理 你这个鱼养起来 可能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北方的鱼友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地下水啊 这个岩城这些石头 都比较硬度比较高 这个水打上来它的硬度就比较高 然后你养这些鱼 你如果养什么商务吃雕了 或者是三天手这些稍微大点的鱼呢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养那些小型鱼啊 它们对这个硬度或者是PA值 特别敏感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使用 刚才我做的一个是羊里子原水素质 还有一个就是阿欧反吞豆纯水肌 一般专业鱼场就是这两种选择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造价也不贵 我觉得用一个阿欧存水肌的话 可能是五六百块钱 家里都背一个 然后你自己压 饮用的话也可以 万一你那里边有重金属呢 它把重金属了 所有什么滤器了 这个是百分之百去滤器啊 所有的一些杂质全能去掉 就这个水而且它起到降PA值 降硬度的一个作用 这个东西我认为你想养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南美的一些鱼 和水草的话必须 这是一个必备品吧 这是一个必备品 然后我看看啊 我上了一百五十个宝莲 为什么上一百五十个 大家看看啊 这是我准备的 上面这一排浴缸 然后这个是百分之百 黑黑背景 底也是黑的 五块玻璃全都贴成这种黑纸了 然后这个是全贴的白纸 这两个是透明的 然后这个浴缸是一半黑 然后里边呢 有一半是白颜色的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百五十条 宝莲我准备 每个浴缸放三十条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长期来观察 就是在 底下我到时候架一个 架一个长的一个灯架啊 就是在相同光源的情况下 哪一种环境 会让这个鱼的发射会更好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我会告诉大家 然后这两个透明浴缸呢 我有一个浴缸 准备放黑水 就是虽然是光强度一样 虽然也没有背影子 但是有一个水的颜色会变深 这样我们对照五五组 这样的一个浴缸 我们到时候长期来观察 哪个浴缸里边鱼的状态 和颜色发射是更好一些 然后得出结论了 在我们日常的养鱼当中 你就知道了 你的鱼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哪种环境 哪种背影子 哪种灯光 包括你在屋里放在哪个位置 是最适合养鱼的 这是做这样五个实验 对比实验 平行实验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泡包 然后 还是跟以前流程基本差不多吧 刚才那个羊里纸终于翻到了 在这压给大家看一下 羊里纸 这东西像沙子粒 这么个东西 也像鱼卵一样 有点像鱼卵 这东西 小粒 这东西其实挺漂亮 羊里纸 这东西叫羊里纸 就是锅里 那个锅炉 北方锅炉软化水 或者是医院 有一些医疗设备 或者医疗环境 那边必须用软化水 纯净水 就用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比方说放到丧绿里边 然后把它包到一个布袋里边 然后水经过它了呢 就变成软化水了 再流回浴缸里 我以前老用这东西 但这个东西 也有弊短 这个东西总给还原 用两回 这东西就失效了 不好使了 然后你也还原 还原给拿盐酸或盐 去还原这东西 反正成本也挺贵 这东西成本相对来 我认为相对ROG来说 它成本比较贵 所以说这东西 我后来又不用了 但它是一种方法 具体的原理 大家可以上网 自行百度一下 然后上期一会儿 跟大家说介绍介绍沉木 沉木也是在应用的 比较广泛的 然后我这些沉木呢 也是在中国 我觉得应该是 最大的一个源头吧 沉木的源头 昆明在昆明 昆明发过来的货 然后大家觉得这东西 应该是多少钱一斤 合适 这价钱低到令人发指 难以想象 我这 这东西自动报警 这东西挺好 给预防加水了 都可以用这东西 这东西而且成本非常低 要10块钱 要我有事的时候我总放 我总放这东西加满了 然后到时候浪费了 我就买了这东西 10块钱 这个东西叫水位报警器 里边放5号电厨的 对 刚才说到沉木了 好啊 看看我这些沉木啊 这些沉木我应该也是用了一些 我一共上了200斤 200斤是 400块钱 也就是2块钱一斤 包括加上运费 从昆明运到沉杨 好像是100 100多块钱嘛 走的物流 看看这沉木 这些 然后这些东西是 这个沉木是什么树呢 叫纸釉 叫纸釉啊 是云南那边特产的一种树 然后我也会把我这个上货的这个 这个卖家呀 联系房子 打这个屏幕上 大家如果说 有大量需要沉木的时候 可以去找他 他是绝对是一手货源啊 就是你所在 你在这个 全国各地水族市场 看到的沉木 几乎都是经过他手流通出来的 这是绝对一个源头啊 但是他也一样 跟我刚来介绍那个阿渡水族一样啊 他不做零售 兄弟们能懂吗 他只做批法 他都是几吨几十吨的往外出这个东西 他们是在云南那个地方 这个东西是什么地方产山上 然后他们专门有人去 去挖这个东西 他不是沼泽地里出来的 就是 我十多年前 刚进入这行的时候 有个卖沉木 卖我沉木的大哥 跟我说这个东西 沼泽地里边出来的 说这个木头掉沼泽地里了 然后经过几百年几千年 风化呀 然后是什么石化 这东西变成沉木了 但现在就据这个沉木 这个灵解告我 他这东西根本不是沼泽地里出来的 这东西是就山上挖出来的 土山上挖出来的 然后他那个里边有很多作品 他们就是乘卡车的往外运那个东西 所以说这东西在当地非常非常便宜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 可能说你当地这个东西卖五块 或十块或十五亿几 都是比方说我上十吨的东西 把里边有行好的挑出来 卖一个价 行不好的我卖一个价 他们都是一般都这么操作 然后这里边他那个沉木呢 确实有形状好的 形状好的有五块的有七块的 那个形状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个东西拿 只要拿回来 一块可能可以卖上百 但他们论经销的话 就是五块钱 五块钱的话能买到形状非常非常好 我个人从来不买那种形状特别好的 因为我 就是 我觉得我 我有点画符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觉得一般 只要一般普通的这个沉木 我都能给他做出来 至少是我客户比较满意的作品吧 我不能说 让所有这个水族圈的人都认同 但起码给我钱的这些 才能认同就可以了 我主要是为了挣钱 我不是为了参加什么比赛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 可能开水族店 为什么失败了呢 就是他总觉得 把这个鱼缸到井上做得非常美 哎 他就有生意 其实 不是这样啊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探讨啊 如果看我节目有开水族店 开这种造顶店的话 我一定告诉大家 不要把你店里的鱼缸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样等于 把你的潜在客户都拒之门外了 不要把鱼缸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东西不是说的我们起高调啊 或者是我们跟人抬杠啥的 这是经过我多年的一个研究 开水族店 为什么有的是挣钱 有的是不挣钱 这里边学问非常大 虽然我 我这个水吧 昨天晚上困的就是 比较凉了 所以我现在往里加开水 把水分调上来 我这开水也是纯净水 不要把鱼缸倒井做得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定律啊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说我把这个理论命名为 没想好什么名 但是要量个什么什么理论 这个以后我想好了再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是基于一个什么原理呢 就是说的 经过我长时间的观察就是 沈阳这个水族店的这个造井店呢 他们的一个经营状况得出来的这么一个 结论等会啊 我把那个水还给 差点烧掉 因为其实 拼在绝大多数的造井店呢 走的还是 我认为是中高端路线啊 就是这个造井你可能 嗯 拼在有很多人受AD大赛的影响吧 或者是受日本这个造井风格的影响 这东西都做的非常美轮美奂啊 这东西 水平绝对比我要高很多 绝对比我高很多 绝对比我高很多 其实我造井能力 我觉得 我做出来的景观嘛 就是一般人超觉的还行挺舒服 但是你说 多漂亮多精致绝对谈不上 对我自己都承认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了 为什么我生存下来 而且生存的越来越好 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沈阳市开一个 给我上百家的这种水族造井店啊 那个造井的水平都非常高 而且都是年轻人啊 造井那个东西是绝对是属于年轻人的 它有点像发廊似的 这个东西就是越是年轻的这种美发师 它对美的对时尚的这种把控 其实是越准确的 所以说发廊那种东西 你别看有很多新开的牌子 但是人家一下就能起来 你老店不一定能杠这些新开的店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行业 这是我多年观察沈阳的市场 我觉得全国应该都是这样 你再厉害就是量个儿 比方说今天我告诉大家 拿石头做出来这个造井 过几年如果说这个井 如果说能有得到市场认同的话 你放心 有很多年轻人做的比我这强一百倍 就是那做出来就感觉跟就那种模型似的 我这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价格 根本没有 所以说我给自己定位 就是绝对不会去跟年轻人去竞争市场 我所能从事的行业是什么 随着我年龄增长 我智力越来越高 我有年轻人比不了的地方 就是我给鱼看病 或者帮别人养鱼 这个东西是随着你的经验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而你的权威性 专业性会越来越高 自身价值呢 也会得到体现 所以说 我养了那五年水草 我专门给别人做鱼缸倒井 然后我后来果断的就放弃了这个鱼缸倒井的行业 由于我在这行就是深耕细做这么多年 短期内很少有人能超越我 所以说我一直处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 这个钉制塔的顶端 刚才说这个造井店啊 这个为什么你不要去做特别美轮美奂的造井 因为你的定位是中高端 你只有挣有钱人的钱 你才能爆发或者崛起吧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做的太漂亮的时候 如果作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企业的老板 公司的老总的话 他不会买这个东西 你看我给很多有钱成功人士做过这个鱼缸养护工作 我非常了解他们的品位 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像什么呢 美女 美女 当一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就跟天仙下凡一样 有时明星瓜出来了 或者是选美比赛出来这样的 到现实生活中 追他的男人不一定多 为什么 都产生至北了 都和解于我这女人 我不一定能配得上 太优秀了 即使是你非常有钱的话 你也会考虑一下 哎我说这女的这么漂亮 是出我钱呢 还是出我什么呢 还是怎样 所以说你看那些真正的大 就是那些富豪 找的媳妇 往往都不是说特别好看 有的人说了 那可能人家就是有钱之前找的媳妇 那你看那个就是什么 发哥了 刘德华这些巨星了 他们也都不会找特别漂亮的人 就成功男人 鱼缸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鱼缸当你做的特别漂亮的时候 然后你的顾客一定会问你这个东西多少钱 他可能有钱的话不会问你多少钱 他会问你这东西 哎想养成这种状态 费不费劲 这时候一般的水脚店是怎么跟客户介绍的 这个东西一点不费劲 可能几个月天天水就行 然后怎么怎么样 哎简单一照 你会尽量把这个东西说的非常简单 如果你把它说的 哎我需要换水 压液肥什么二氧化碳 怎么样修剪 这东西生意肯定是不会成交的 但是这些有钱的老板都是人中的经营哦 这个东西你做的太漂亮的时候 他就会对你说的这句话产生质疑 这东西这么好 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 就不用打理他 就能始终保持这样 他就会产生购买的一个迟疑 再加上现在近年 近年来对炒钢的风评都非常不好 这个东西就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难打理 难伺候长久不了的这样一个印象 所以说能买这个东西有钱人非常非常少 人家都喜欢买什么金龙红龙金鲤 为什么这个东西大气知道吗 这个东西非常大气 而且这个东西保质率非常高 我花一万块钱买了一条金龙 我养了三年或五年以后 我把这条金龙我不想 我不想养了 我送给别人 别人觉得这条金龙 对我这条鱼最少有一万多人这么想 我花一万块钱买一个炒钢 过两年这炒不行 就是即使你长得太好 我刮送给别人 别人觉得是一钢破炒 知道吗 人不会觉得 因为这东西这炒都是 这一棵可能好几十 这一棵上百 没有几个人认识 人觉得是一堆破炒 这东西不值钱 所以说送礼的话 或者是从官场 还是说这职场的话 没有人去大老板去买水炒钢 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一个东西 你说大老板上百兵的办公室 等个草杆 就等个三米草杆 那鱼你不能放太大吧 能几千万上亿资产的老板 都是四五十岁往上了 眼神都不太好兄弟 就他不会 他不会说贴着看 哎呦这小鱼 什么这小虾 他不会他那那样的也当不了老板 老板是怎么 放空桌一坐遥远 直连江山 远远的我一看 哎呦这鱼杆里边大鱼子里边游 就这种感觉 知道吧 所以说老板永远要的是气势 你想想那你 现在你的草杆定位 动辄好几千 动辄上万 你卖给谁去 没有人去买 这是风水鱼嘛 这是大型鱼嘛 离得很远 你就可以看情嘛 然后来一个宾棚 来一个领导 视察啥的一看呀 气势 所以有钱人一定是要的是气势 草杆正确下缺少的气势 气势 草杆适合什么呢 哎给人打工呢 天天 知道怎么 早八晚晚午 这样一个比较有规律 有那有时间去伺候就是这个草杆的这样一个打工吧 街城不适合有钱街城 只有打工街城你才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造物这个动物 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些水井店 你定位就是中高端 有很多定位非常高端 有钱人没有几个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但绝大部分有些人不会买那个东东 很少 支撑不了你这个企业长时间发展 所以说你想把草杆店或这种造影店做好的话 你一定要往粗矿方面去发展 知道吧 你这样才能有些人认同你 你看我做很多景非常粗 但是就有人找我 你这样呢 你后期还可以正维护国理费 你维护起来还非常简单 然后大哥还非常高兴 对吧 你整这东西非常费劲 你后期你给你 你就是人人让你维护 你整理维护费都累得老 就累得够呛啊 跟狗一样 你的东西根本持续不了兄弟们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经过这么多年分析研究出来的 做生意尤其在这个行业不要瞎做 你也知道你的人群 你也知道什么的特点 知道不 我不说这些东西的话你永远了解不了 因为你接触不到 你不知道这些董事长级别的老板他们是什么心理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对对你看这种造领见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这个理论只有我能告诉你 其他人很少有像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接触到这类人 然后他们不会去就是说得看一些特别细微的一些东西 他们永远是看大框 如果说这人能天天趴鱼缸那边瞅那个红绿点瞅那个水晶虾的话 这人也做不了大事 知道不 能做大事的人胸怀都非常大 这东西看着会非常累眼睛 知道不 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也在想 我说养的锦鲤和金龙银龙那多磕着呢 一个空鱼缸里放条鱼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整 我说等点草缸多好 小鱼在里边一游我有意境啊 我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在这行业摸爬滚打 我就知道了 如果有一天我有钱的话 我也不可能去等一缸的草缸 虽然那东西是漂亮 但我也不会整 因为觉得有点跌份 能懂吗 这就是有钱人的一个心理 要的是面子 要的是要大气 来而一看 给我几条大鱼在里边游 知道不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从没看到哪个董事长 整个大鱼缸养那个什么 养一缸水草 过去有啊 现在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看那个 我看电视上 采访马鱼 还有那个 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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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板 家里养的全都是鹦鹉了 那个龙了 哎 有很多喜欢小鲜鱼的人说 哎 我这品位太差了 兄弟我跟你说 如果你这个观点不转变的话 你很难 成功 很难有钱啊 这就是有钱人 必须给我胸怀 他不会去注重细节 他看的都是一个全面的 一个企业手下几百人 上千人的话 如果说每个人的细节 他都揪的话 这企业找黄了 就给睁着眼闭着眼 反过一个大方向 知道吗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我们不能太纠结 有一些没有用力的 特别碎小的地方 我所到的地方非常粗犷啊 都是给大家往董事长那个级别去引领啊 希望我的粉丝当中 未来能出现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啊 这是我的一个成就感啊 跟大家抛析一下 就是大家平时很少有人去想那个混音 哦 你一定要非常立体的去想那个问题 嗯 那么 到时候一会儿还是水温达到核实的话 还是对水 然后 把鱼放到里边 这回呢 我每个缸子里边加了一半的纯净水 我觉得这样会更适合这些南美来的这种登科鱼 更快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这个也是对比实验的 也是 呃 以后会慢慢的我去 会把这个结果啊 都会给大家录一下 然后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那个 最终你怎么把鱼缸啊 包括鱼喜欢成这样的背景纸的灯光啊 其实 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重要啊 这些东西是细节你要注意 但是说这个东西做完了在小鱼当中那个层景的话 你不要去注重那些细节 知道吧 然后 今天这个就是 没有太多太多的干货吧 属于有点是半聊天的 但是介绍一些我的一个心得吧 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不少 然后 等这边如果说有一些 这回来的这些鱼都是稍微有点特点的 有点养殖难度的 然后 等这边稳定了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就要怎么去把这些小鱼养好 然后今天请仓促啊 就先这样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说你有什么一些疑问了 你不一定非是鱼友啊 你可能同行 因为在同行当中 其实我接触的领域都非常高端啊 就是很多东西你接触不到 我都可以告诉你 没有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什么 这种 我都可以完全告诉你 包括 你的一些经营了 包括鱼缸 因为我马上 过几天要出一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一下鱼缸的一个发展历史啊 然后就可以介绍一些高端的一些鱼缸的一个 所以说 这些东西其实其他人都没有 他们脑子里不会去想那个东西 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东西 情感兴趣 我都可以教给你 怎么去经营你的这个店 你的人群 是哪类人群 然后包括你的鱼缸 定位 你的展厅的一个布局 这些颜色的一个对比 为什么用这个傻子 为什么用那个石头 为什么用那个背景纸 这里边都是有 这里边都是有学问的 不是说你瞎弄的 知道吗 所以说 关注两个养鱼频道吧 你会学到很多 全世界 我敢说不是说中国 不是说沈阳 是全世界 其他养鱼的节目 你都学不到的一些东西 前两天有位人说 你每期节目 都讲这么详细 这么长 养鱼就那点东西 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你再讲什么玩意 养鱼就那点东西 我只能说 不是说养鱼就那点东西 是说你你懂得太少了 养鱼我养 我讲一百集都不带重呢 就这个东西太神奥了 你不了解的地方太多了 知道吗 我也在不断的吸收新的这个知识 新的学位 但就我目前掌握的东西 讲一百集都不带重样了 就这个东西里边不大精神啊 行了 我一会儿还是要操作了啊 然后我们就下期节目待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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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会儿 我会儿的讨历 的地区 你不能再看 你不咬 我会儿子 我会儿子 你不咬 我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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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